以臺北城市為故事背景 講述時段跨越種族與性別的 感情故事 這一部愛情城市 獲選為去年金馬影展閉幕片 出演陣容更是一大亮點 良渡萬鼎 金馬影帝的 阮晶天 怪物新人方玉婷 劉冠婷等等 集結臺港新馬 多位實力派演員堪稱是近年來 最多金 卡斯最強的華語電影 將在暑期尾聲上映 不讓國片專美於前 香港警匪劇情片《海關陣線》 講述香港海關 追查走私真相的故事 是歌神張學友 睽違八年重返大螢幕之作 以為謝霆鋒挑大樑主演之外 海首雞丹岡動作指導 一手打造驚心動作的場面 而說到備受矚目的動作片 當然少不了這一步 韓國電影《亡命集結》改編自一九七一年 震驚全球的劫機事件 市值超過新台幣三億元打造 由韓國影帝何鎮宇領軍演出 與國民體的呂真九同台標戲 台港韓強黨大片 將在暑假前後輪番登場 也讓各地影迷引頸戲判 而新聞綜合報導